字幕君 因此小鐘出道多年 凭借幽默風趣的談吐 收穫了不少粉絲的喜愛 雖然51歲的她 至今人就未婚 但是卻有幾次深刻的內愛經驗 日前她就在節目中透露 某次她和其中一位前女友一起到東京去遊玩 然而一路上有說有效 也去了著名的迪士尼樂園 但由於小鐘患有恐高症 於是向女友表示 自己不敢玩刺激的太空扇 她嚴真的很害怕 沒小女友聽聞後 聽大罵她是草俗辣 當下小鐘覺得很沒面子 只能強忍恐懼陪女友一起玩 過程中她嚇得不停尖叫 甚至還出現閃尿的情況 獸女友不僅沒安慰她 還嫌棄她太娘跑 讓她瞬間上失了玩樂的性質 同時萌生了分手的念頭 她強調自己雖然是諧星 但也是有自尊心的人 與風口無遮攔的樣子 真的很容易傷害到別人 寂寞 封鎖 雞尾